从电话亭骑楼宣传灯箱到店家的铁卷门 一整片遭涂鸦的范围里 追高侠三个字特别醒目 不只出现在高雄火车站前 高雄知名新绝江商圈店家铁卷门 同样有遭涂鸦的痕迹 又出现追高侠 如果要自己的好看一点的话 可能会比较多 可能会比较没那么反感 魔忠 就很像信仰或是偶像之类的 追高侠到底是谁 从涂鸦进化到出现贴纸板 人物的背景是股市开盘数字 疑似是为了嘲讽追高买进投资现象 高雄市三名区民宅监视器 曾经拍下几名年轻人拿着喷漆 在便店箱上喷了追高侠三个字 遭警方锁定查办 与通知犯选承难 道案说明 离境后依刑法回准罪从研究办 外经所有权人允许禁止随意 分析涂鸦不外都市警官 除涉嫌刑事回损外 也可能面临民事损害赔偿问题 涂鸦客不只在高雄出现 除了高雄跨行政区商圈 有不少地方任意被写上了追高侠 甚至贴贴纸 在台南和桃园也都出现追高侠涂鸦 社会很多是模仿犯吧 我觉得会有这种效应去 我只怕觉得 就是到处乱话都变成影响四龙 很糟糕了 警方提醒民众任意涂鸦已经违法 从南到北跨县市出现追高侠三个字 不排除模仿效应 成为防不身防的环境困扰 三立新闻 柳安静 翁玉文 高雄毛